他叫金科拉,身高两米八,长得有点帅,喜欢吃麻花 表面上他是财阀马应龙的御前侍卫保安队队长 实际上他是警察总部安插的顶级特工 负责监视财阀家的一举一动 每次和队长接头的时候 两人都要在嘴里嚼上一条口香糖 并不是因为口臭 而是财阀家到处是监控 还有精通纯语的私人助理 两人的对话内容一旦被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警察告诉队长 最近总部接到了一封神秘邮件 有人已经知道了你的特工身份 信件署名为不受欢迎的人 金科拉有点慌了 他走回办公室 发现桌子上有本小说 名字就叫不受欢迎的人 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昨天来到别墅的大作家 柯南 回到住处 柯南发现这本小说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金科拉用小说里的一段情节 约他在树林见面 柯南大奉复约 金科拉也不废话 直接问邮件是不是你发的 男人点点头 你的资料已被我摸得一清二楚 你就是暗中监视马应龙的线人 同时 柯南也说出了自己来到别墅的真实目的 相传 海松集团拥有一只阿达马斯之箭 箭头由300克拉的天然钻石打道而成 我的目的就是偷走阿达马斯 我要你在监控系统中抹出我的存在 否则我就向马应龙会长曝光你的身份 听到此处 金科拉直接举起了手里的猎枪 疯死你就再也没人知道我的身份了 就在两人陷入胶着的时候 金科拉将目光移向旁边 财阀的儿媳阿秀正在直勾勾的看着两人 别墅里 财阀很好奇 三人发生了什么 他们配合默契 谁也没有说出实话 柯南向金科拉坦白 三天前自己寄到一封信 信上表明二十年前 是才把马应龙用阿达马斯之箭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由于两人的目的都是扳倒老马 因此很快便达成了同盟 另一面 柯南的哥哥柯北也在寻找父亲的死亡真相 这天一位记者找到柯北 他说关在天狱里的盗贼李三 根本不是杀死你爹的凶手 随后记者还拿出了一堆相关资料 柯北根本不信 直接把记者拈了出去 可紧接着他随手一番 发现当年指认李三的证人 竟然是个红绿色盲 李三穿着的衣服刚好是红绿相间的 如果证人是色盲 一切根本说不通 为了验证猜想 柯北果断找到了证人 经过验证 对方果然无法分辨红色与绿色 回到家 柯北突然意识到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紧接着 更利器的事情发生了 白天他还见过的证人 晚上竟然跳楼自杀了 看来有人察觉到了不对劲 直接灭了口 20年前父亲的死亡真相 到底是什么